好 歡迎回來第二隻的動脈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新番的介紹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一套 有了很著名的刀劍神域之後 這套都是一套比較近似的作品 都是用卡拉遊戲作主體 有馬話好看很多 通常都是的 譬如說有一種類型的東西興起了之後 後面的東西就像預約捉述一樣 不知道的 因為他這套 那算不算抄 不算抄的 我覺得題材相同是很難抄 因為這類型的作品的套路大致上都是類似的 你知道怎樣發展才是 應該是表不表達他的風格 S.A.O.D. 都是Online Game說你很難抄 大家都是用Online Game這個主題做的 總之表不表達他自己的故事的風格 這套就叫做紀錄的地平線 落到用回到Horizon就算了 OK了 這套東西其實 他就給其他 即使是Dorkhunt 或者是Dorkhunt 他散略了前置的東西 一開始他什麼都不說 你一直都在Online Game裡面 他又不是什麼都不說 他自己提到一些 他一開始就在Online Game裡面 即是他沒有提一些詞意 究竟這遊戲 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他完全沒有提 怎樣進來 或者是一個什麼原因 其實他會做到一些懸疑成份 在裡面 究竟為什麼 因為其實 你刀劍神域那類型 我就知道 茅圓你的貿易 不不不 我先設定一個世界 你要戴頭盔 戴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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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同意 即是你已經知道了這個世界的陰謀 因為其實 在這套裡面 即是Dorkhunt 他開頭已經有一個目標 就好像其實就是 Dorkhunt 就是凱特 他要救回他的朋友 刀劍神域 一開頭就說 他們的目標就是 要攻破100層 不是打鮑魚 要攻破100層的迷攻 這一套 我一進去 其實他都踢入 頭兩集都踢入他的主題 就說 他沒有目標 我是不知道 他想創作的 他說 我都不知道做什麼事 我打機 不是啊 我真的要金身檔 你讓他想 不是啊 金身檔跟著死機 不是你的PSO2 之間發生過的事情 這個絕對不是死機 絕對選項 一 你Hardisk Wi-Fi 二 入Online Game 你選一、二 我們在座幾位主持 都可能覺得 這套東西的評價都不差 我們可以說是 但是 他這裏 我對我來說 我覺得 他最初做的懸疑性 亦都留了一個空位 給你和劇情發展 如何去做 而最重要的是 他會很核心去說 就是 裡面現在的玩家 當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出現的生態 因為其實 刀劍神力 是不是沒有說呢 很後 去到 他們 去回第一層那時候 看回整個社會的生態 但是他這裏 一開始就說 這班人 知道了某些規矩 好像一開始就說 死了原來不是真的死的 有用者去挑戰試過 不是挑戰 他是以外地死的 我有保留的 因為這件事 其實 我覺得 尤馬說的事情 都不是很沒用 因為第一個人 死的那個人 他一死了之後 他一出來 他不是很害怕的 然後就說 耶 我沒有死 他一說 其實我是想死 其實我是想死的 但是耶 死不了 真的這樣嗎 我忘記第一還是第二集 他有 很必然 一看到自己 他完全沒有驚訝的表情 他一說 我都說了 不死的 你們又不相信我 那種這樣的表情 死了怎麼辦 就玩完了 他挑戰了 關什麼事 你死就死吧 不關事 有勇者去挑戰 我不介意的 可能我都有一個新稱號 花生王 還不是 初次才犧牲者 這個是唯獨是唯一的稱號 他不會有第二個 就是 那就帥 這個不帥 可以叫死亡破處男嗎 你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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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個人 如果不是他是一個流浪人 我覺得他可能之後有氣憤 這麼有勇氣的人 竟然連臉都不出 可以開一集給他 我為什麼掙扎 就是究竟會不會死 我就要為我的同伴去測試一下這個世界 究竟有多短目 做外傳回憶片 出面的 外傳回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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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玩完的 可能多了 第九集做回憶片 順便做總集片 好嗎 你這裡人多 我覺得會出場的 也不介意 雜囑 雜囑 雜囑也重要 他一開始就已經知道這個是Online Game 他用不需要這樣說 這樣說 就是說 因為他想釐清了某一些畫面風格 或者一些畫面上處理 甚至是他裡面裝了某些人的對白 很重要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如果他講的劇情 他不會牽涉到外面世界 他有沒有必要講到這個 他一直是Online Game 你會講的是Online Game Online Game 其實是對西方的奇話 就是這樣 作者自己架空了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世界的物理條件 背景我們不知道 作者有必要交代 他有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覺得他其實 夜人姐講的就是 我想最主要 他現在講了其實 都是我一開始講 他想留一些服飾在這裡 讓你去找 或者去想 去表達這個故事 因為其實 如果 一個人 一個主角 不知道不知道 入了一個奇幻世界 真的很典型我們 進入異世界的前面 那 他很難瞄解 就是那些人說 死了之後 不死 然後說 現在沒有了 那些事情 很難去表達 可以踏施 如果一開始講明 你突然間做這件事 你會覺得很奇怪 很奇怪 對 為什麼突然覺得自己死了之後 可以踏施 可以踏施 原來這個就是 可能一開始見到主角的朋友 就問他 你現在出現的情況 怎麼樣 你很難去表達這件事 然後還要有女兒 問你 改變外貌的藥 性別重設 你搞錯了 要錢 要課金到的 那一開始 我們先講主角 就快七分鐘 站在這裡 還沒說主角是誰 不是 我先爭取這個時間 補充一下 剛剛講了一件事 就是 SEO那一類 你一開始 你要知道 你要做後攻王 你要打這個茅牆 你有一個明確目標 那你見到故事 套路是 以打BOSS 你見到第二集 已經去打 第一層的BOSS 例如 但這裡不會 因為 你來到 你不知道為什麼來到 你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是你是一個 沒有目標去做 所以就變成 因為你在一個沒有目標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目標 完全 就是你流浪荒島的話 你會不會知道 除了這個荒島 可能過往 這裡就是阿魯阿圖 我只聽過這裡 是我最想住的地方 但其實我不想明白 你沒有什麼其他資料 所以其實他 就是說 這就是 全世界很多人玩 Online game 日本有多少個玩家 就是作為一個玩家 他會 現時知道的東西 本身知道的東西 但對於現下眼下 這個世界 他應該要做些什麼 他那種不知道 未必是懸疑感 純粹是 他是由零開始的 這個旅途 是的 他反而發展的劇情 這裏就會 比SAO簡單 他想怎樣說 其實 SAO簡單 因為SAO只是打 所以他打之中 就只是在羞慮 更正 SAO不是簡單 是露幕 逐步逐步說 終於要說主角是誰 主角是一個 九九九 不是九十 九十 我不知道你明白 他是人人輕重的魔法師 他一個 不是 他職業不是魔法師 他只是富爾熟師 你不要搞錯 他不是魔法師 魔法師有三種 他其他都是富爾熟師 那他也是魔法師 OK 還未夠三十歲的魔法師 一個二十三歲的魔法師 成為了 很容易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我記得他的名字 我記得他的名字 一開始 其實他好的故事 一開始他來了這個世界 我怎麼會說 你對比你覺得SAO是魯莽呢 一開始 在這條村出發的時候 他第一個時間 他約了人 見面 當然是第一個 找回那個粉絲 最重要的是什麼 在這種時候 入了一個不知道什麼的環境 最重要的是主角是富爾熟師 他後面說到 他單看著你 是幾乎沒有的 是靠朋友輸出的 所以找朋友正常的 你找 你小不小 你這件事是另一回事 但是 即使你會 在這個時候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當然想找回 你認識的人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而他們都在第一集裡面 做了這件事 討論 發生了什麼事 對照大家的情況 究竟 然後他們才有個假設 當然你不知道這個假設是真的 但是 至少你看下去 在神事點裡面 覺得他這樣想是OK的 合理的 我現在是處於一個 online game世界裡面 然後 然後 其實 都叫神力一直沒有說話 就是 當這個 當然他以同人做這個 核心 他就撇除了很多其他東西 當主角在這條村 他們走來走去 即使他和他的朋友 都已經是封頂的角色 他們都不敢亂出村 他也在說 他也在說 我剛剛出了更新檔 我怎知道這個世界改成怎樣 當然我們神用的同仁 就覺得 Beta版是這樣的 公冊當然是一樣的 就算我好一跡 我也覺得我走這條路一定沒事 他是完全不遇人會改版的 這人擺明是魯莽 那我沒辦法 他是主角 你吹他 他吹個威賴賴賴賴 你真的吹他不想 而你也看到 就算他和 其實很多online game 每一個改版一次 通常都會有些Bug 說不定是 不要說Bug 說不定是 他有一個變動 你也不確定這個變動是什麼 也沒有人告訴你 而偉大的同仁就告訴你 跟黑羅恩說 其實我覺得黑羅恩是一個 他真的很聰明 他跟他說 相信我吧 我知道一條路在下條村 沒事的 但是黑羅恩馬上說 我要找他的同伴 這個人 這個人 他跟一個成為 是沒有分別的 你要明白 online game 找朋友 你就是說 你說沒事 證明跟別人打遊戲 真是很天真 不是 他只會玩online game 單機遊戲 沒事的 所以你看到 其實你再看 黑羅恩這個角色 有智慧 別人選擇公會會長 這個人也是公會會長 肯定有智慧 到你說故事裡面 阿成衛就和阿直繼和阿曉 三個組成了一個小隊 對 有坦 有偵察 有 以及有攻擊 但是沒有補 沒有奶包 那他的故事裡面 其實他們也說 他們先找些二十多層的怪 去試 好 很正常 這個其實 看上去好像 你可能覺得 不是很驚險 但是我覺得 對劇情報告來說 是有這個必要 很正常 剛才我們玩開 我們正常是電腦玩的 按鍵盤 用滑鼠 第三身視角 不斷按 就是出必殺技 沒有東西 你是第一身視點 就是用一把劍去和別人打 你看到阿直繼介入關 他看不到 總之很簡單 就是操作方法 現在不同了 你一定要熟習了 才可以 還有這裡有個好處 就是其實 我不斷說 主角多厲害 如何檢取 只是在數字上看不出 他從這個戰鬥裡面 其實他很鎮定的 就是 之後說 原來他是 之前某一個小隊裡面的 參謀的角色 或者是 他作為這個move up 就是這個小隊的隊長 的智慧 或者是策略方面的應用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 就是試招的期間 你也要看到 他如何去指示 就是你順便鋪排那個角色 你順便說那個系統 我覺得兩件事同時都做到 這些質疑很重要 你對比的就是 刀劍神是甚麼 就是 同仁教克萊恩 吃這個 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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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表達不到 你是表達不到 有幾件 而且系統是完全不知道 什麼事 你覺得你只是一個奇橫故事 世界裡 我有一個做回事 因為刀劍神他強調 那種是 你很熟練到 刀劍神是沒有職業設定 你鋪排這個世界 那不是系統可視的東西 兩件事是不同的 我覺得 應該這樣說 就是鋪排 因為在故事裡 刀劍神是一個身手的角色 和人教他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機會 去表達你這個故事裡 這個世界裡的系統 或者是一些基本應用的東西 即使你怎樣用身體都好 其實可能都有這個技巧 而且 SAO來說 你的虛擬實境大頭盔 是第一款遊戲 就是用這個玩法 但好像同仁沒有問題 同仁是 但客人應該會有 就是疑問 怎樣按制出招 這件事 我覺得 他花時間在這裏 而 我覺得處理是好的 你說刀劍神 有沒有花時間 他有 但他是不是做得好 我不敢說他不好 但至少現在 看這套來說 我覺得 這套 是會比較高張一點 你意思是做一個對比 大家都在介紹過 這個世界 和遊戲系統 這裏會比較 表達清楚一點 所以 看上去 當然 你說 頭兩集 你可能沒有刀劍神域 那類型 說 很爽 主角很厲害 那些東西 看不出 因為其實 比較這套 則是 則是團體合作 這套 他也消除了一個壓力 就是 死是沒有事的 至於他們這三個 他們沒有一個主公 這三個 反而 正如你剛才所說 沒有一個主公的職業 反而可以顯示到 他怎樣用計策上 或者策略上 行動上 去創造自己有利的條件 因為不可以正面去 用正公法 去對付任何 對付怪 因為坦的 你打不到 他連補都沒有 DBSP和補這個角色都沒有 你很難做 而你說 去到第二集 其實他就開始 再側射這個世界 當些人知道 喂 不會死的 對他們來說 一個死亡的威脅解決了 而他們都沒有能力 暫時都沒有情報 怎樣去出這個遊戲裡面 那 很自然就是 做回他們遊戲裡面 基本上會做的事情 殺人放火 當然不好了 這些是假的 不是 你在遊戲裡面會做這樣的事情嗎 你玩GDA 大哥 你玩出遊戲吧 很懷疑 不要跟你做 這些基本遊戲生態 你會看到的事情 不是 PK是有的問題 不是常態 但是現在 因為這次發生的事情 他們就開始被PK 當成正常事 而他們也有解釋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PK 就是對比起 對付魔物 對付魔物 我欺負你們回來的人 我殺得更多 更加多 對他們來說 PK沒有懲罰 而且他們也利用 只要不在村裡PK 我會在城門裡陪你 你們的守衛就不會出現 通常以前那些 all night game都是 在城門外陪你 一出門就殺你 一出門就殺你 會比較舊式的類型 WO 之前那些應該是 Diablo 更舊式 死了真的會跌 因為你現今的online game 其實已經不會再用這個設定 死了是不會跌裝備給你 第三集 好像有說過 其他死之前 搶他也沒有裝備 我記得他說這句話 應該不是跌的 應該是搶他也沒有裝備 你威脅他也沒有裝備 你不給他 我的劍我打 我也可以 你威脅這些事情 做很多這些 現在世界的生態的事情 當然 喜歡看戰鬥會覺得悶 我承認這件事 必須要承認 真的會覺得悶 你看戰鬥 有幾種戰鬥你會看 例如說有一隻 好像這一套 這裡我覺得 著重就是策略上的戰鬥 就不是說爽快 就不是好像SAO那樣說 那種爽快的戰鬥 據我所知 他打老鼠的位置是原創的 如果不是那一集 應該是什麼都沒有打的 所以他絕對做了一件事 正常 你剛才說他們沒有DSP 又沒有保施 其他人說 走到老鼠都可能會中毒 他們沒有保施 他們會死 他的處理就是 知道有些人會覺得 沒有打是很快的 所以他就原創了 安排戰鬥出來 原本是沒有的 原作沒有這個位置 沒有問題 打老鼠的場 也沒有問題 坦又做了坦的東西 補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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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利的狀態其實是危險的 所以其實 即使三集裏面 其實他的策略都是說 安全為先 我們目標是救人 不要說救不救人 就是任何的戰鬥 以肯定100%是可以十拿九穩 他們才打 不是他們就不會打 藥水很貴的 沒有殺人會死的 有沒有藥水這件事 暫時又沒有說 應該有的 沒有藥水這件事 當然你說這裏都會說 公會方面的問題 然後推進去的劇情 其實也帶了一個問題 就是 死我又不會死 出去又出不出去 那我什麼可以做呢 開始就是主角那些就會說 究竟我應該有什麼可以在這裏做呢 手掘美食 奸人勞樑 結果主角都不是這個人 你們兩個怎樣玩 過拉鏡的話 真的很為人 我順序搏下去 剛才你們這樣說的 最後他就接受了一個委託 接任務 應該說他想在這個世界裏面 再給自己一個人生目標 你可以說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去 可能倒死也都出去 吹陶龍 說不定要在這個世界 達到有些目標才可以出去 其實我覺得他總要在這個世界 遊歷一下找一些線索 有沒有線索可以指示他 怎樣可以打破這個世界 可以禁止到 抽契完這個設計 沒有的 總要找一些線索 最後他接受了一個公會 我不記得 三日月公會 好像是吧 三日月公會 三日月公會的委託 去救PK佔領了的城市 其中一個公會 因為他很有趣 他的公會 大部分人都留在一開始的城 但唯獨是有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save point 就在第二個城 我們不知道 因為有傳送陣 有傳送陣 好像現在說到應該沒有了傳送陣 傳送陣 平止了 一定要靠麥理的方法 他好像不是傳送陣傳送不到 他好像說 如果你要回去的話 只能回到五大城市 現在他被困的就是五大城市 不是 傳送陣傳送到 但是不知道去了哪裡 不是 不是 應該這樣說 設定是這樣的 現在每個城都有傳送陣 傳送陣之間可以來回各大城市 而剛才 I am說的 就是說 他們有一種道具 是可以做傳送的 但這種傳送可能是一種隨機傳送來的 所以他們就說 我都不知道我會傳送去哪裏 可能會有危險 所以他不敢做 那種道具應該有說過 就是他只可以回到他最近去的城 不是 兩個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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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血缺 你用一些招 逃走 不是 通常這些道具就是戰鬥中用不到 而主角其實接這個委託的原因就是 因為工會廢 不是 工會的構成 只是有小部分封頂的角色 而在現在這個城市的狀態 如果他們一些主要成員去了救人 剩下一些放水的話 就可能不會被人PK 但是城裡面應該就PK不到 你要保障的時候 其實那個勢力有群人在的話 其實那些人會被寄 你打我我會被人覆卓 那我可能還會被人撿雞 其實應該叫做勢力之間的拉鋸 被人覆卓和撿雞 很典型 你扣我去扣他去扣他 所以最後主角就衡量過這件事之後 其實他就 得出了一個最佳的突破 其實可能被人誘導 其實被工會會長誘導 你可以這樣說 哇 是成為之上的軍師 聽到我那些巨語身材 都想到他喝了這麼多的智力 應該 不是空大沒有路的嗎 有G&Driver兩個 多厲害 有色友 一開場有色友 跟他們坐下來喝紅茶聊天 哇 有文有武 捉住人入睡 然後跟著就出發去這個新 那位被困的工會成員 的城市 但是中途應該經過很多難關 中途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又隔了那裡刪 就是通送 SAO的年代 我們一出來在Hunkerlo 那裡聊天 這裏不用的 通送物質疊疊疊疊 不是 我覺得很多用這類型的東西 都舊了很多 他們覺得 遠距離通信 是一個犯規的設定 但是這套就很敢用這件事 老實說 暫時看不出 之間有些什麼 廢端 是的 正常安排 應該是用這個聯絡方法 你現在不可以外面打電話 你要這樣說 這類型的作品 它是一個online的同時 它同時其實是一個幻想世界 而幻想世界的設定 其實通訊應該是一個很不方便的東西 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術 或者一些特殊的道具 飛隔全書 或者是 中途三天後才到 糟了 中途四天 有個玻璃進去 或者是寄信 寄信 寄信 NBC 可能要有信封才可以寄信 可能是一個新職業 有很多這類型的東西 本身其實是很多這類型的東西 它會避忌 所以一直不說 或者是不敢用 不敢用 也要用一個很白癡的設定 不如我們出遊戲再說 什麼 你在遊戲前打就行嗎 但是這裡 會用回這個設定的東西 還有就是 它其實一直三代兩院都是一小小小小的 鋪回之前 好像說 叫這個作家 還有就是 一直鋪回主角 成衛他們 究竟其實 這個人真的 好像是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其實 阿坦也是同組 阿坦暫時見到已經 阿坦沒有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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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坦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要做這些事情 他經常引有些 人乖 黨乖 引人來踢他 阿坦 阿坦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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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所謂的坦 這隻怪 打不打坦 其實就是在劇情 視乎心情而定 即是 即使你實現一隻坦 他想一個角色死 他也要無端端去打那隻角色 但是這裡 就會說 坦是有技能 就是有 有argo技能 嘲諷技能 有argo技能 就會令到 所有對手 就會指向他的 不是 它那個不是 它那個不是強制性的 它那個招技能 就是說 如果你不攻擊他 你背對著他 他對你造成的傷害 就會加倍 所以你被迫 所以你被迫 就一定會打他 都以為是很遊戲性的 你很少會應用於 在一些奇幻作品上 即是強迫你 一定要跟他打 這些技能 就是online gaming 組隊才會用到的 單人是不會用這些技能 而這個技能 產生了一個效果 就是說 真正打機的策略 就是成為怎樣可以發揮 一些所謂的職業特性的東西 即是後排職業做的事 當然 即是我做的事 我覺得暫時 暫時 你說是一般的 因為我覺得 可能要做一些 再大型小型的戰鬥 才可以看得出 就是說 他究竟有什麼 其實你說 之前 他們三個 跟PK小隊對戰 那一刻 我覺得 有些失色的 其實那一場 當然你說技能的 就是他這樣應用 但是你說 靠光去見到一些隱身 或者什麼的對手 其實 可能 在宏觀的戰術上 其實我們看不到 就變成了 成為自己說 就是我 我看到了 即是照亮地圖 你看歐美式那類 就是RPG 有可能做得很大 我想樹齡的意思就是 他那個畫面 他放了光波出來的畫面 我們 在動畫上看不到 有什麼 隱藏的人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說這一套的話 我會期待 一個宏觀的戰鬥 戰略 或者戰術的場面 就不是說 是單人英雄式的 戰鬥場面 應該就不會 主角很難對英雄 如果看他頭三集的表現 他每一場戰鬥都用 所以我會有一個期望 所以我才會說 對這一場PK的小組對決 我會有一點失色 因為 在宏觀上 其實未必做得那麼好 當然你說 我會 對這一場 我會接受他 因為他要去 Present 阿姊的坦技能 所以他 Focus在那個位置 所以 這場戰鬥 我都說 我當你是一個介紹式 所以都可以 他也介紹 順便介紹 是曉日職業 他主職是刺客 本職是初衷者 合起來就是忍者 他這樣 順便搭上正職和副職前職 也挺好 他不會死硬跟你說 他還會說 主職是守護騎士 副職是邊境重來源 夾起來 做坦的角色 這樣就對了 其實這一套 這套輕小儀的作者 就是魔王勇者 魔王勇者 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是寫一個 雲觀的戰略層面 的故事 其實這一套 的近執都是很類似的 風格很像 差很遠 是寫描寫那種手法 當然故事的形式不同 但是描寫手法 其實很類似的 他都會用一個 雲觀式的 雲觀式的 戰鬥方式 去給你看到 還有去質捨一些 這個世界 發生了某些大事之後 每一個人或每種人的變化 或者世界人勢的變化 比起魔王勇者 可能在動畫版上 就大貪了一些 因為始終他 一些國家層面的變化 你不可以在一兩集 或者一兩個畫面上 去給你一些強烈的感覺 還有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魔王勇者 他是在講經濟學 經濟學不是我們 看動畫那班 主要接觸的領位 但是打機來說 我想接觸動畫都不多不少 應該會有接觸過打機的 所以我覺得 代入感會比較好 知識的層面會比較接近 最少代入感 即他講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你不會覺得 打機上不會複雜 贏者正確一點的說明 應該是 會有共鳴的年齡層不同 一個是比較寬 一個是比較寬 一個是 二十幾三十八後 我意思是一個對象 對象市場的問題 就是 你看到觀眾 如果你擺一個是經濟 一個是打機 我相信打機的人 絕對是多於經濟的人 所以你說 去到二時 你看到第三集 我對這套 在今季來說 撇除它是不是online game 來說 其實我多喜歡去看它的戰術 我也是 我也是 很期待它的戰術去運用 怎樣就是 打大佬 這件事 因為我實在說 刀劍神力那些 你看得多 真的會利 我覺得 而且 也太無理了 我要贏 我要贏 就要贏 我要贏 我變一把勁劍出來都沒有所謂的 你咬我吃 說得你空暴龍也好 人家一金我的所血 我期待 這套也不會集中在戰鬥上 反而是 樹苓所說的戰術上的運用 還有 其實我有點擔心 這一套 它不像SAO 有一個主族 就是說你不可以死 如果是有死 它又好像沒有什麼目的的時候 它再不帶主線出來 我覺得 好像漫無目的帶一些劇情出來 我有點擔心 我沒有看過完 但我預感 其實它會將一些online game 裡面一些可能 在一些 物資上 類似的問題 其實會通貨盤盛 G2那些 我想它可能也會有少許 經濟的少爺 就是說 怎樣去解決 就是 怎樣去集合眾人的力量 或者是 控制整個局面 讓它不要惡化下去 因為其實你去到這個世界 就是沒有東西做 那些人就會亂來 甚至可能會 做出了某一些 超越了界線的行為 可能他們都會是 想貼紙一件事 就是 到他們去找到 因為其實不是說沒有主族 他們的方法 可能 好像剛才 贏者 他們可能都要找出方法 其實 如果這個世界的人 都不能夠 去統一你們的意志 去找 你打我 我打你 不一定是 離開 可能你只要我 遇到online game 遇到online game 但可能有 不遇到online game 當成二十世界 這樣生活 穩定這個世界 都可以 你每天吃一些沒有味的東西 嘩 好慘 這個 又死又死了 好大 不知道可能又喜歡 他好像連man 職業裡面廚師煮出來的東西 都是垃圾 不 我覺得這件事 是好表 這個 都是牽涉的 不是 我怕吃了食物的味道 但我不用 但我覺得很合理 避藥 不會比較好味 紅皮 但你吃味 有味 為什麼要設定味道 一遍 可能 應該作者 我覺得 是不是動畫製作群做出來的東西 我不清楚 但 你看這裡 其實很多東西 在反諷刀劍神 你怎麼做事的 現在 很正常 我吃貓飯 遊戲裡面 都要設定味道給你 吃了有技能 是不是 我看了 直計吃得很慘 整個人都灰了 你每天吃 沒味 當然 你說 本身這套東西 剛才我們這樣說 都會有 魔龍勇者那類 有些少少 比較 文氣多的食物 在裡面 其實他這套東西 魔龍勇者做不到的 就是他這裡可以玩一些搞笑的東西 所以阿曉和直計之間的互動 還有 技術也是要踢的 暫時 是 踢完才問可不可以踢他 暫時弱了一點 這方面我也覺得 這個我想也是本身作者 他本身寫作的其中一個弱項 其妙可以多些變化 肩膀 不要緊 他那隻C 就是鷹咬的頭 不是的 老實說 如果要玩一集 SEO的16.5 他可以玩一集 就是他們怎樣研究 就是在這個系統裏面 可以做到這種文化 都可以搞一集 甚至搞一季都可以 搞一季 你大小一點 大哥 一集算 一集算 這套是 兩季翻 兩季翻 其實可能就要到 下年我們先 總結的時候 再看看他最後的 result 是怎樣 一直到這裏 我們下次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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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